我们现在呢去华人超市一定可以看到货架上摆着许多银河西方口味的食品和日用品 这一届的最佳企业进步奖得主陈杰就是这样一位掌握市场脉搏 成功的把主流食品带入到族裔市场的企业家 他的公司在几年间也不断的得以发展壮大 为于密西沙家的城市企业 现在是加美两国50多家食品日用品公司 3000多种产品的一级代理商 在近几年华人超市伶俐 中国产品越来越多的市场环境下 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把畅销的西方食品和日用品向族裔零售业推广 客户遍及多伦多 蒙特利尔 温哥华和卡尔加里等地 你去洋人店买以后 你都希望去中国的也可以买得到 对 就方便嘛 对不对 这是对第一代的 第二代 第三代就更不愿说 他们慢慢就开始更喜欢那些洋人的东西 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喜欢我们的中国人超市 同时也可以提供他们要的东西 他们以后就不愿跑两家超市 其实城市企业创办至今只有短短六年的时间 不过总裁陈杰在超市零售业却经验丰富 17年前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电脑工程的陈杰 为了挣学费开始在华人超市打工 那当时我做的是bookkeeper的工作 经常人手不够 那老板呢 当时老板到晚年呢 他经常会把我叫下去帮忙 叫我干什么都干 当时抱着一种心态就是 第一反正你在这上班了 干什么也都是干 第一 第二呢 做一个东西我学了 我起码学了 这个学的东西就是我 由于逐渐熟悉了超市的管理和运作 陈杰毕业后决定放弃电脑专业自己创业 在几年间 他既与别人合伙经营过华人超市 也曾接手一家主流连锁超市 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 在退出副实产品零售业后 陈杰有了做代理商的想法 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我要有这么一个购物商 主流的购物商又专业 价钱又好的 该有多好 你知道超市老板他们最缺的就是时间 从自己家的地下室做办公室 车库当仓库开始 城市企业逐渐在业界建立了信誉 客户也从华裔业主增加到韩裔 印裔 俄罗斯裔等其他族裔 并在三年前开办会员制仓储式超市 便利店跟药店 还有加油站的那些少力 就是小生育的那些 他们老板会打电话给我们 说想要我们的货 但是问题是他们的量很少 要几箱我怎么送 我说既然有需要这个动物 我们把这个收入给它弄得大一点 他客人进来想买什么 随便买 虽然城市企业属于家族企业 但他们非常注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希望运用科学系统化管理 作为公司成长的动力 我们现在是用iPad iPad上面我们有一个软件 我们有一个系统 拿着这个iPad到店里面去 给客人可以看到图片 不但可以看到图片 而且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库存 系统化管理都setup好了之后 我想把这个模式再复制到其他 陈杰说公司发展到现在 靠的是诚信 股东的精诚合作 以及充分考虑不同客户层的需求 无论发展到什么规模 这些信条都不会改变